近日,美国夏威夷州毛伊县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大火 这次火灾已经成为美国近百年来最为致命的一次 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目前,过火面积超过了8.5平方公里,至少93人死亡 不计其数的人失踪,2200多座建筑物烧毁,其中86%是住宅 拥有1.2万人口的小镇拉海纳几乎被誉为平地 汽车被融化,建筑成为废墟,路边散落着动物尸体 整个场面宛如人间地狱 但是,随着更多细节的爆出,当地户外预警系统全部失灵 驻地美军对受灾民众的事而不见 有人在网上发布的可疑图片 政府在救灾中的拖延缓慢,都让不少人觉得 这场灾难充满了可疑,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故意纵火,为了抢夺当地民众土地 今日,一张照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 引发了诸多关于火灾起因的猜测 这张照片中,一股所谓的能量波从天而降 并疑似在地面引发了大爆炸 一些人因此怀疑,这场火灾可能并非自然发生 而是与政府或其他势力有关的人为纵火行为 尽管后来有媒体对这张照片进行了辟谣 称其是早前的武器测试照片 但这种阴谋论在互联网上仍然广泛传播 揭示了人们对事件真相的怀疑 更令人不安的猜测是 火灾可能是为了夺取当地居民的土地而故意纵火 据称,多年来,一些开发商一直试图 以低价购买夏威夷小镇居民的土地 但居民拒绝出售 在这场灾难中,小镇中价值最高的地段 遭受了最严重的破坏 引发了人们对这场火灾背后是否有更大的利益驱动的质疑 这种说法认为 开发商们可能在背后发挥了作用 故意纵火 以迫使居民离开 从而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土地 有人称 多年以来 不少开发商一直打算收购这些镇民的土地 因为这里是全球知名的度假胜地 极具经济价值 但是,镇民们拒绝以几十万美元的低廉价格 出售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土地和房屋 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所以,为了把当地人烧死逼走 从而可以低价征地夺取土地 开发商们就故意在岛上纵火 并让大火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燃遍小镇 而美国政府对此则默许甚至纵容 不可否认 这些指责确实令人深思 毕竟,大火之前就有开发商试图将该地区 划分为新建住宅区以谋取暴利 他们看中了夏威夷的美丽风景和旅游资源 希望通过迅速开发这片土地来赚取巨额的利润 也因此,这次过火最严重的地区 正是毛一线房产价值最高的地段 在大火燃起后 号称全球最先进的夏威夷的 400多个户外灾害警报装置 还有一种说法是80多个都没有想 一些逃生通道还被当地政府关闭 最终让民众要么来不及提前避难 要么被堵在逃生路上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房屋 积蓄、财产甚至是亲人的生命 都被这场大火复之一具 现在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 虽然救灾还没结束 但开发商们已经到达了岛上 给那些失去了家园和积蓄的灾民 开出了条件 只要灾民们交给开发商2万美元 你没看错 他们就可以将土地交给开发商 不用负担天价的灾后重建费用 以及未来需要向美国政府 持续支付的高额房产税 有些灾民由于家人都在火灾中丧生 而过于绝望 已经同意了开发商们的要求 毛一岛拉海纳镇25岁居民里奇帕拉来 是大约4500名需要庇护的居民之一 他不知道近年来已成为旅游天堂的家乡 会发生什么 他表示更担心大型土地开发商进来 并将这片烧焦的土地视为重建的机会 火灾发生地 毛一岛房屋的中位价位12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868.6万元 对于典型的工薪阶层来说 拥有单户住宅遥不可及 许多人甚至买不起公寓 公寓的中位价位85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615.3万元 非营利组织夏威夷未来住房执行董事 斯特林希加表示 拉海纳镇拥有的许多房屋 已经由当地家庭几代人居住 但该镇房屋价格也受到了高档化的影响 许多通常来自美国大陆的新移民有更多钱 他们可以以更高价格购买房屋 这在某种程度上 挤走了拉海纳的当地家庭 这种现象在毛一岛西海岸随处可见 20年前一动不起眼的住宅 现在售价10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723.8万元 拥有保险或政府援助的居民 可能会获得重建资金 但这些钱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到手 而且受益人可能会发现 在此期间墨钱租房或购买过度用房 席家介绍 1992年伊尼基飓风袭击后 考爱岛的许多人花了数年时间争取保险付款 拉海纳也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 当居民与保险公司或政府进行漫长的拉锯时 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可能会因资金撑不住而流离失所 因为没有其他选择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些猜测 可以完美解释堂堂世界霸主的美国 为何会在预警和救援时表现得如此笨拙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才会对这种说法笃信不疑 这种时候美军在哪里 也是不少人心中共同的疑惑 要知道夏威夷珍珠港 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 美军在这里驻扎有大约5.3万名士兵 还拥有大量的先进的舰艇和飞机 可他们却似乎在这场灾难中隐身了 眼睁睁地看着这么一个美丽的岛屿被野火烧光 眼睁睁看着许多人为了避难跳入海中 一待就是五六个小时 在灾难面前 人们通常希望能够看到政府和军方的紧急应对 然而在夏威夷大火中 美军和政府的反应却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夏威夷珍珠港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 然而美军却似乎未能在此次灾难中展现出应有的作用 夏威夷珠的应对行动也被指责为迟缓 搜救队和援助物资的到达时间被认为过长 这些批评暴露出政府和军方在危机中的表现不足 引发了人们对应对能力的担忧 一名受灾的美国人在社交媒体上控诉说 大火发生之后 美军拒绝向灾民们提供水 食物和其他物资援助 他们的军舰可以到南海挑衅中国 可以到阿拉斯加盯烧中国 却到不了夏威夷救美国人 还有网友因此嘲讽称 日本人看到现在的夏威夷可能会无力后悔 当初他们出动了数百战机轰炸珍珠港 死了那么多军人 破坏力却还赶不上一场火灾 以后如果俄罗斯打美国本土 看来也不需要炮弹 多收买几个美国人放火就行了 反正美国人也不打算救火 这种时候 美国的低人权优势就展现得淋漓尽致 就像美国州长曾经说过的那样 救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事 灾民不要指望政府 你们要自救 不要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火灾发生已经六天 美国政府的救援仍然在迟缓的行动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负责人 在大火燃烧五天后说 他们派出的搜救队和搜求犬将在一两天内到达 帮助受灾社区进行重建 夏威夷州州长说 他们为灾民安排了一千间酒店房间 还在协调出租屋 作为免费安置房 但是这对于近两万名受灾民众来说 显然是杯水车薪 美国媒体似乎也知道这个问题 以至于他们现在只能转发一些 所有建筑物都没了 但是教堂还在的视频 遭到了美国网民们带着愤怒的嘲讽 上帝与死者同在吗 不 他只与建筑同在 显然 在巨大的悲痛和事实面前 什么宣传和洗脑 都无法平息民众的愤怒 总体来看 夏威夷火灾背后的争议和猜测 揭示了人们对事件真相的怀疑 和对当局反应的担忧 尽管有关能量波 和政府故意纵火的说法 受到了质疑 但这种怀疑态度 反映了人们对事件背后动机的质疑 此外美军和政府在灾难中的表现 也引发了人们对应对能力的质疑 通过与中国在类似情况下的 应对能力进行对比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西方社会 在重大问题面前的反应能力 从而引发了更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政府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 需要在处理各种突发事件时 权衡各种因素 夏威夷大火发生后 政府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来救援被困群众 并控制火势的蔓延 这需要政府与各方紧密合作 共同努力 政府的配合表现 也许只是因为他们正履行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 火灾之前 夏威夷就一直面临着干旱和高温等天气条件 使得火灾的发生几乎不可避免 加上该地区的植被条件 适合大火的蔓延 火势更为猛烈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某个个体或组织 而是应该全方位地考虑各种因素 毋庸置疑 夏威夷大火给当地居民和整个美国社会 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 无论是事故还是有意纵火 我们都应该对此进行深入调查 以找出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 维护公正和正义 在此 我想提醒大家 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的谣言和传闻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的思考 看待复杂的现实问题 只有通过深入调查和客观分析 我们才能找到事情的真相 为灾后重建和保护社会公正 做出积极的贡献 夏威夷大火 是一次重大的人间灾难 但我们不能因此草率下结论 让我们一起关注灾民们的安危 为他们祈祷 同时 希望相关部门能早日查清真相 并采取措施 以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等好 欢迎订阅